2024年3月22日 我们参观了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 进入博物馆 入口大厅的正面 是段木雕刻的潜伏雕主题墙 两边一面是长径路的标本 一面是亚洲巷的标本 把人们一下子就带入了大森林 从这个长廊开始 就要真正走进地球的历史 走进森林的深处 一起去认识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里是化石森林 真的很神奇 在特殊的环境下 树木竟然能石化 这个展位是森林动物大集会 总共88只 哺乳动物26只 鸟类43 灵长类15只 爬行4只 其实 更吸引人眼球的不是这些 而是平时不气眼的各种昆虫 虽然个体小 虽然个体小 但是在自然界中 作用巨大 看看这些昆虫 蚂蜡 这是森林里边的虫子 害虫 多吓人 你看看 我家的葡萄上就是这种虫子 还有李子树 大枣树上都生这种虫子 大枣生的少一些 这是牛肚军 我们进入了大森林 这是展览馆 人工造的 很形象 树林非常密集 就是有点黑 看看多形象 这是用灯光打的瀑布 流水 我们从森林的这个小山坡出口出来 我们穿越了大森林 实际上就是进了二楼展厅 从这里开始 最早的人类出现了 二楼人气最高的展品 就是这个猛马像 和华南虎的花生 整个这个博物馆展品丰富 声光电结合 展示的知识丰富 传递的信息量巨大 是顶级的科普科研类的 专业博物馆 足以和 哈公大的航天馆 媲美 真的不错 我们的大哈尔滨 真是底蕴深厚 其实博物馆里 还有很多的内容 还请大家自己来看吧 朋友再见 谢谢 下期再见